有學生做了一篇作問題 叫做在什麼什麼中找到感動 大約差不多的題目沒有給我 我先介紹一下 他的展述是什麼呢 就是有個叫做年輕人和一個叫做長者 跟著事件就是派飯 我欣賞他就是懂得用舊的東西去做整合這個appreciate 但他的想法是什麼呢 感動位 感動位是否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和敬佬這個觀點 去到這個讓座位之旅的概念性的東西 而他設定的場景就是派飯的過程裏面 義工組派飯 然後派到最後的時候 那個年輕人就在最後的位置 跟著長者的伯伯就在後面 跟著發覺沒有飯盒 那伯伯就不高興發出咆哮 第一件事 跟著年輕人讓了飯盒給他 這個故事看似好像很好 但其實是流動百出的 一定被老師借到反艇的 第一點 你想像我了 長者是弱勢社群 這個我在教綜合講過的 既然弱勢社群上高 你展示他咆哮 你說對不對 對不對 你展示他震懾 你展示他大聲露罵 肯定不行 這個觀點上高 已經是造成一個反差上高 不靚仔的地方 所以這個要小心 第二就是什麼 年輕人那個什麼 那個所謂的 給的法律是因為外力的因素 不是主動去讓那個飯盒給他 是因為阿伯的咆哮 長者的咆哮 或者受於公眾的壓力之下而做 就何感動之有呢 老師就說你感動不夠深刻 那怎樣去展述這件事呢 我去展述的話 就用回同一個事件 都是拍飯的了 也是一樣 年輕人搜尾門 然後就是長者阿伯臨尾的時候 就是沒有飯盒 這個情況我不便利 不過改小事件 做個復筆先 因為這個情況一定有什麼 範小人多 一定向遇的了 一定就是有人沒有飯吃的了 就是有人拿不完飯盒 這個必然的事 對不對 那你排到尾門的時候 然後你數了復筆之後就寫什麼 因為你要寫什麼 人與人之間的關惡和主動性 剛才我質疑你為什麼不夠主動 那你就在復筆的後面 就顯示出這一點 那你大家都聽一下故事 明哥 那我們就寫一個明哥 明哥就嫁到 在你派了飯盒 接近飯盒沒有了的時候 明哥就推了一些 我們叫做燒尾飯盒 或者這些所謂關海飯盒來 然後街坊又主動幫手 令到那些什麼 本來就是很失望 記著 沮喪失望不等於袍 我用沮喪失望去展示他的什麼 弱勢觀點 然後博取大家 或者作者 或者我們叫什麼 老師的同情 通過這個東西 才可以產生出事件的反差性 然後又突顯了什麼 我們叫做主動性 和人與人之間的關愛 明哥知道這件事之後 都猜到你們是沒有法派不完的 所以他主動幫手 也都推過來 然後你感動到什麼 從中見到 原來一個人的能力有限 只要能夠一呼百應 多些人幫手的話 這樣才是產生出一個效果 能夠幫到所有人 帶起了這個我們叫做社區之間的積極性 人與人之間的關愛才能彰顯 這樣的感動性就更為好 就不是你說的那個 因為你老師一定質疑你 不夠深刻的 好嗎 希望幫助你 好嗎